北京时间7月29日晚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终极决战打响 我国两位选手陈梦和孙颖莎展开赛会议 2号 种子之间的对话 经过局六较量 陈梦最终4比2击败孙颖莎 成功摘得奥运女单金牌 孙颖莎获得亚军 27岁的陈梦 离约奥运周期刚开始就被确立为 中国女拼重点新人 但是在激烈的对内竞争当中 陈梦落于下风 2016年未能随队前往巴西 东京周期 陈梦实现逆袭 多次问鼎公开赛和总决赛冠军 排名世界第一 并保持着对国拼最重要对手 伊藤美成的全胜记录 最终被确立为国拼女线核心 实现了征战奥运赛场的夙愿 孙颖莎东京奥运周期进入大众视野 当大满贯丁宁渐淡出 里约奥运会替补朱宇林 逐步边缘化之后 孙颖莎抓住机会 闪电般的从一名新人 继身中国女拼绝对主力阵容 年仅20岁便斩获到奥运会团体盒 单打两项参赛资格 陈梦和孙颖莎过往总攻交手五次 陈梦赢下三场 孙颖莎获胜两次 表现非常接近 五次对决当中有两场是决赛 2017年日本公开赛决赛 孙颖莎4比3 险胜夺冠 陈梦则是在2020年世界杯决赛 以4比1击败对手 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首个单打世界冠军头衔 从奥运会女单比赛开始到今晚的决赛 陈梦和孙颖莎各自打了四场球 陈梦在八强战精力考验 0比2落后的情况下 4比2逆转淘汰杜凯琴 其余三场球 均没有太大波澜 孙颖莎晋级之路更加平坦 全部与4比0横扫获胜 包括今天上午完胜一堂美城 今晚决赛首局 两个人暗暗较近 互相牵制 孙颖莎后半段发力领先进入收关 陈梦追分至9比10 但打丢机会球 被孙颖莎11比9取得开门红 第二局 陈梦3比1开场 孙颖莎连得四分反超 进入中局阶段 陈梦坚定信心 掀起5比0的进攻小高潮 频频挥拳呐喊 11比6获胜将总比分扳平 第三局 陈梦延续了自己的气势 6比3占据优势 后半段陈梦越战越勇 孙颖莎陷入被动境地 陈梦又标出了一波5比0 11比4再下一成 总比分2比1反超孙颖莎 第四局 场上风云突变 孙颖莎的发球不断给陈梦制造威胁 小魔王趁势以11比5收下本局 将总比分掰为2比2 第五局 开始阶段双方比分接近 陈梦从中段猛然发力 灵力攻势严重打乱了孙颖莎的节奏 他标出本场比赛 第三个5比0攻击波 11比4将总比分改写为3比2 第六局 陈梦时1比9再胜 夺得冠军 第六局